来看看新闻吧 4月6日晚5月天Just Love It 慈善演唱会在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 刘若英MP魔幻力量加加系数助阵 不同于正在进行的诺亚方舟巡回演唱会 这一次5月天晒出了一些平常咸少现场的经典老歌 唱足了一个半小时 让一路陪伴走来的歌迷重温当初的感动 多次引发了万人大合唱 万佑更是在现场观众和阿兴的怂恿下 现唱了一首歌曲 所以呢 他今天为了答谢大家呢 他决定的唱唱歌 为了让演出更具意义 5月天特别参与到新华爱心教育基金发起的 捡回珍珠计划中 呼吁大家关爱贫困特优生群体 为这些家庭特困 学业特优的珍珠生 创造继续上学和继续追梦的机会 演唱会后 刚下午舞台的5月天 即刻在场地举行了捐赠仪式 此次慈善演唱会赞助商 连同5月天 共同捐出了300万元的善款 全数赠予浙江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 珍珠班学生代表上台接受了赠予 今年5月天将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等多国开场 带有京军国际的势头 有记者问 有留学经验的冠佑开道 语言观应该不成难题 并要求冠佑在现场秀一秀英文 众人的起哄之下 冠佑只得硬着头皮上演脱口秀 只是这英语水平 连主唱阿信也看不下去了 各位记者朋友 我们今天是慈善晚会 并不是要害人 但是我们冠佑还是可以讲一遍 你们感觉确定是非常好 我非常愉快地做得到 做了好事 我愿意 我觉得我愿意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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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Give me money Yeah and It's not give me money Give this Money And 這個計劃名稱 Pick Cup Pearl Program Project They need a lot They need money So help Let And 對不起我們登陸國際的計劃已經 第一步就觸焦了 對不起 看看新聞網頁文上海報道